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闪迪宣布将其Nan对快闪产品提价10% 多家记忆体制造商也迅速采取了类似的涨价策略 这表明在预计从2026年开始出现供应短缺的情况下 整个行业将朝着提高价格的方向发展 据相关媒体报道 美光9月底以来已暂停Nan的快闪和DRAM报价一周 市场消息人士预计Nan的快闪价格可能上涨高达30% 全联电子也暂停了价格更新 等待Nan的供应商的进一步指示 业内普遍将此举解读为价格谈判进程的初步进展 报道指出 美光计划的涨价幅度可能远超闪低最初10%的涨幅 预计涨幅在10%至30%之间 价格暂停和上涨不仅局限于Nan 也延伸至DRAM产品 据台湾记忆体公司称 美光以口头通知称 DRAM半导体系列包括DDR4、DDR5、LPDDR4和LPDDR5将暂停定价约一周 取消先前商定的价格 根据历史趋势 分析师预计DRAM价格将至少上涨10% 而汽车电子等某些领域的涨幅可能高达70% 记忆体供应链指出 DDR4的短缺已经推动了显著的价格上涨势头 而DDR5的价格也在稳步上涨 预计2025年末典型的季节性价格放缓 可能会被持续或加剧的价格压力所取代 这主要得益于CSP对AIASIC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预计这种需求激增将在2026年 大幅增加伺服器NAND快闪的消费量 从而加剧明年下半年的供应紧张 与此同时韩国三星电子近日宣布 将与OpenAI展开合作 共同推进Stargate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的设计 建设和营运工作 此举旨在应对DRAM晶片需求的激增 预计OpenAI的DRAM晶片需求将达到每月90万块晶元 此次合作标志着三星电子 在人工智慧和高效能运算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慧技术的迅猛发展 DRAM晶片作为关键记忆体组件 其市场需求持续攀升 三星电子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 拥有先进的DRAM晶片生产技术和丰富的行业经验 而OpenAI则在人工智慧领域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广泛的应用场景 此前三星电子已在多个领域与OpenAI进行过技术交流和合作探讨 此次双方正式达成合作 将共同打造Stargate人工智慧资料中心 不仅有助于满足OpenAI对高效能DRAM晶片的迫切需求 也将推动三星电子在人工智慧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布局 据悉Stargate资料中心将采用三星电子最新的DRAM晶片技术 以确保数据处理的高效性和稳定性 此外双方还将在资料中心的设计和营运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以优化整体效能和降低营运成本 此次合作不仅是三星电子和OpenAI 在技术层面的强强联合 也反映了全球半导体市场对高效能DRAM晶片的旺盛需求 随着人工智慧应用的不断普及和深化 预计未来DRAM晶片市场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企业 三星电子近年来在人工智慧、5G、物联网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 积极布局未来市场 此次与OpenAI的合作将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领先地位 并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另外据韩国媒体报道 三星2奈米工艺处理器Exynos 2600的量产工作已在近期启动 量产用的首批晶圆已被投入 业内人士透露 Exynos 2600早已经FABOUT年底就要在新的Galaxy S26系列上上用 FABOUT是半导体晶圆制造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指晶圆完成所有前端工艺流程后进入后端测试与封装的阶段 进入后端的晶圆测试、封装、封装测试等环节 不过这次三星依然不会全线窃回自研晶片 依然是以高通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为主攻 只是部分国家会搭载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台积电产能节奏 未能完全配合手机厂的出货计划 2025年一些旗舰手机 如苹果iPhone17 仍无法量产搭载2奈米晶片 根据台积电规划 2奈米原定于2025年年终开放产能 但从下线Tape Out到回片 再到功能与效能调试 一般需要数月时间 一位晶片设计从业者表示 即使苹果在2024年底 完成A20晶片的流片与测试 也要等到2025年6月份 才能开始投片量产 无法赶上iPhone17的备货节奏 尤其还需考虑富士康组装线的生产安排 韩国媒体还报道称 鉴于三星电子已完成其下一代智慧型手机 AP应用处理器Exynos 2600的开发 并已于9月底开始量产 该晶片是三星首款采用2奈米全闸机环绕 GAA工艺的晶片 几乎已确认将搭载于定于明年初 发表的旗舰智慧型手机Galaxy S26系列 据业内人士此前的透露 三星内部似乎对其下一代应用处理器Exynos 2600的完善程度充满信心 在最近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高管们强调Exynos 2600的效能 显著优于其前代产品Exynos 2500 并据称强调了其应用于Galaxy S26的可能性 并提到计划于9月底实现量产 三星电子总裁监系统LSI业务部负责人朴雍仁 此前也在7月份表示 他们正在稳步推进Exynos 2600的准备工作 并表示他们期待取得良好的结果 实际效能指标也印证了这些预期 根据效能测试网站Geekbench近期发表的测试结果 这款疑似Exynos 2600的处理器单核跑分达3309分 多核跑分达11256分 与此前类似的测试成绩单核2575分 多核8761分相比 这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显著的效能提升 这一效能被认为与高通下一代效龙8Elite第二代处理器相当 跑分单核3393分 多核11515分 该处理器预计将于明年搭载于Galaxy S26系列手机 总体来看 自2024年Galaxy S24推出以来 Exynos 2600仅用了两年时间 便被应用于旗舰Galaxy S系列 如果S26系列确认采用Exynos 2600 预计系统LSI晶圆代工和行动体验MX部门将获得丰厚的收益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